不少人都試過記室掛號郵件 不過我們就發現 香港郵政的記室賠償制度存在漏洞 有人懷疑借機自製記室郵件向郵政索償 問題是郵政那你索償個案有可疑 都照批出賠償支票 有香港郵政郵件查詢組的前職員向我們爆料 說多次向上司反映 好多記室件都有問題 不過上司都只是跟他說 想辦法先陪絕 他最終都看不過眼上級這種恩賢作方而辭職 他說以前每天都要處理好多記室郵件的個案 期間他發現經常收到六七間公司 查詢海外記室的郵件 似乎是記室的常客 而這些記室郵件多數是寄去委內瑞拉 科威特等等的偏遠國家 而大部分的郵件地址 海外郵政機構都說是不知名的地址 他們寄出的郵件裏面多數是記憶卡 詩巾或墨水筆等等 而記檢者提供的索償發票 有些是用手寫 有些就沒有公司名 其實都不符合郵政的索償要求 但只要補交聲明書 就一樣過關拿到賠償 我們之後調查發現 其中有四間經常記室掛號郵件的公司 是由同一個姓張的女人持有 有關公司在2011年全部結業 我們也去過有關公司申報的地址了解 發現不是沒有相關門牌 就是地址上沒有顯示公司名稱 我們事後找到持有那四間公司姓張的女人 她就這樣回應 我們之後問她那幾間公司的問題 她就馬上走人 不回答問題 在過去五年 涉及本地和外地寄室郵件的賠償金額 達到1600萬元 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 香港郵政嚴重失職 監本不力 我們會覺得這次事件進一步 反映了郵政管理和營運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盡快公開交代 如果這個事件是屬實的話 是有詐騙的成份 他們應該盡快報警處理 而香港郵政就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ONTV都網電視新聞和報導